各位喜歡使用LSDynar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來討論一個問題 很多User跟我們反應說 他偶爾會碰到網格長出來 長不出來 哇賽,這樣要怎麼辦呢 我先舉個例子 這是其實是一個 還蠻具有 代表性的一個case 那我也 使用一個蠻具有代表性的軟體 叫做precise 可能大家對 這個 英文版有點恐懼 其實我在說我啦 那我就把它變成中文的版本 OK 那我們現在 先把一個cat import進來 這cat很簡單,他就是一個 好像我們在玩電動玩具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下蓋 這是我們在做training 或教育訓練經常碰到 而使用的一個 一個 cat圖形 他也蠻經典的 因為 當初也是朋友拿這個cat給我們 然後來 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發生 好 我們來看一看 一般的樣子 輸進來看起來都好好的 對不對 那 這是像 人家常講的 遠看向奪花 近看滿臉巴 哇塞 你看就是像這樣子 好 你非常確定一下說這邊有一些cat的問題 那第二個 看起來這根柱子啊或什麼通通都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不管 我們現在把這網格先長好 我們就來 直接 照 你可以看到我們YouTube很多影片 有些長網格的方式 那你可能會想說 照著方法來做 這也沒有問題 我們把網格 呈現出來 欸 cat不是好好的嗎 為什麼長出來會是這個樣子呢 所以這誰的問題呢 你可能會想說 這一定是 軟體不好啊 軟體長網格有問題啊 有這些種種的狀況 但是 很不幸的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歡迎你 來email來跟我要這個cat 輸入到哪一個軟體 通通都一樣 其實它是100多萬200萬的 錢處理 他一樣 都會遇到這個 這個網格 長不出來的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這問題很簡單 就像好像你在炒菜的時候 萬一你的 菜是不新鮮的 你怎麼做都 再好的廚師都做不出來 好 所以 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要跟各位 講說 有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軟體就叫做spgat 實際上已經2018年了 我還是把 2017年的 簡報跟大家看一下 他是 怎麼樣的一個系統跟軟體呢 這個 spgat 這套 小系統 很簡單 他就是要解決 這cat的問題 他可以 修復 cat的問題 他也可以 解決轉檔的問題 所以 他也可以為 你的cat的品質先做檢查 檢查好之後你再丟到你cde的軟體 所以他甚至可以做一些特徵的移除 也可以做cat Viewer 他有很多針對 還有當然他有其他功能 譬如說 你們公司裡頭有 兩個軟體到三個cat的軟體 然後這兩個轉檔之間就會碰到這種 Trouble 比如說你從 P軟體 轉到S軟體 或是你用S軟體 長出cat之後轉到P軟體 他又不能讀 哇塞 那你是公司又要買兩套 那萬一 其他的顧客又是用什麼 C軟體 U軟體 A軟體 哇 每一樣軟體都要買 這口袋要夠深 所以我們也看到 很多顧客有這樣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事實上 一個spGate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直接做一次給各位看 講那麼多可能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我們在老王賣瓜 沒有錯 我們在老王賣瓜 變成我賣的是好瓜 我們一樣把這Parasite軟體 這cat的檔案 然後我就把它轉成可能step 或是要轉為parasite 也都可以 我這裡先做個示範 先做一個 轉成step的動作 然後我們就把它讀到spGate 所以我們在使用spGate的時候 他首先會先問說 你要從哪個軟體 轉到哪一個軟體 OK 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說他這個cat的情形 你這個 你可以弄view的狀況 這看起來好像跟我剛剛讀進來的cat軟體不一樣對不對 沒有錯 這就是常常你各位會發現說 如果有一個人 他把cat讀出來 他會跟你說 這樣那邊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到b軟體 看起來就是會有問題啊 我舉這個cat的問題 為什麼我讀進來就會這樣子 但是在你的cat 你好像一點事都沒有發生 對不對 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還是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為什麼有這些 專長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cat的系統 他對幾何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 大家更常碰到的是說 這運算的精度 其實各位 會發現說 他的運算的精度 事實上 是完全 不一樣 這精度是不一樣 每一個cat的系統都不一樣 那當然他的 對格式的 定義也不一樣 有些人 軟體對step檔 比較好 讀取的效果比較好 有一些對parasite檔 讀取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 這問題很大 但是 你怎麼樣去做一個 做一個 一勞永逸的方法 因為 真的要一勞永逸的方式就是 最好是建立一個cat的檢查機制 這又是spgat要做的 的事情 那我們 怎麼樣達成這個目標呢 這 我就是要呈現給大家看 你看 這裡都好好的 然後到別的軟體都不好 就是因為剛剛 種種的問題所產生 那我們要怎麼建立這樣的檢查機制呢 當我cat讀進來的時候 我先看他是不是 一個有問題的狀況 他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cat是solid 所以 這個cat的提供者跟你說 我的檔案讀取是實體的 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你讀取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呢 那這個軟體的朋友就跟 跟你講說 你給我的不是實體 我常造成這種機同壓講 那怎麼辦呢 我今天就要做這樣的一個變魔術的動作 我開始要 讀這個cat檔 然後開始檢查 好 那檢查之後會出現什麼事情呢 我們spget 會告訴你幾個狀況 第一個 我們把cat的問題 分成a等級 b等級 c等級 這代表不同的嚴重的等級 A等級 代表說 我們spget 可能會幫你 修好 好 但是 這需要一個人工的判斷 換句話說 雖然我們是自動修復 但是有些問題 還是要靠人來 來做一個 判讀 說你到底允不允許這樣的狀況 那b等級是說 spget可以幫你自動修復 但他希望你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 A等級的問題 然後他告訴你說 大家可以望文生意一下 他說這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距離 這是 這cat上面有個點跟點的距離 我們來點一下他到底是什麼問題 他就帶你過去 OK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自動帶你到有問題的地方 你只要點這旁邊的列表 然後他會告訴你 喔 這裡有一個點 然後這裡你發生 一個判讀上的問題 他們距離有 0.013 0.013mm 大家會覺得說 對 CAE來講 0.013 沒什麼啦 但是對模具來講 差一條 可能被顧客罵死 所以模具的精度 有時候不是製造的問題 而是cat的問題 你拿到cat就有這樣 差一條 兩條 的問題 怎麼可能會模具做得很準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這一條兩條沒差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按一個 Maxima Distance 哇這裡有差24條 那差多了吧 我們看在哪裡 發生在這裡 這個位置 差二十幾條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在讀到其他的軟體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沒有說別人的軟體喔 我讀我自己的軟體 我們家自己賣的軟體 難道就是 因為沒有說別人的軟體不好 這樣比較 你看 差二十幾條你讀出來的時候 你cat就是 這樣子 那你去進行加工 你這邊的精度會夠嗎 好 那你做fine element可能差異不大沒關係 但是你做catcam的時候 那就有很大的差異囉 這是一個很值得 值得一個 探討的一個狀況 有時候不是 你模具廠 那個 加工精度 而是你提供的cat可能就是有點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 SPEGate就告訴你說 哇這有24條差異 好 那 那 怎麼解決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講 各位 如何解決 解決辦法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區 那當然這裡有些小面 好 一樣我們可以針對大小來排序 這小面就很很討厭 有時候就是一個很小的面在這裡 他的 大小在0.004mm 當然有些cat會處理掉它 但是 有些cat的系統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處理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給別人塗檔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檢查 或是輸入到你CAE系統就做一個檢查 檢查完之後最主要是說怎麼修 好 那我們就告訴你怎麼修 這有一個24條的 的問題 好 那我們 有 一個是自動解決方法 自動解決方法我們都會放在 一個第一個 選擇的空間 很多軟體也是根據這樣的 邏輯來進行修復 譬如說我按第一個 它就會自動把它拉成這樣子 你看 這些號稱自動修復的cat軟體 是不是就拉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長的就是這樣 但是這不是你要的 所以Ctrl Z 先 undo一下 你可能要的是什麼呢 這時候 你要用 第2種解決方法 第2種解決方法 它會告訴你 你要選擇 把這個點移到這個位置呢 還是移到這個位置 還是移到第3個位置 如果你選好的話 他就幫你把它移動起來 那由於這個位置有很多點 他都會請 SPGate都會請 會覺得說這個問題有點大 他不敢自己做判斷 他把它列為第1個等級 所以你可能 要依據你實際的需求 做一個調整 有些距離位置是很大的 譬如這已經差11條 你可以按第1個方式 他自己解決 當然有些問題你覺得 沒關係啦 這個差11條 差一點點沒關係 譬如剩下的都已經差10條以下 如果要有SPGate自己解決 你就保留的 等一下我們用自動修復的功能 就可以 保留 那像這種 小面 這邊啊 很小的這個線段啊 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好小好小的線段 你要放很大就可以看得到 你覺得 SPGate可以幫你自動解決的話 那 沒關係 就請他自動解決 我舉個例子 我們先來看這個地方 看這地方 看SPGate怎麼 這邊有差一個 一個 我們 一大小來排序好了 這有差一個10條的間距的位置 這個 這裡有差10條間距的一個破面 那SPGate怎麼去解決他呢 我們先把停格在這裡 然後Auto Setup 其實這動作可以很快啊 那 為了講解我們就稍微 多花一點時間 那一邊講解 我們還要一邊 錄影 你看 他就開始在做一些修復 他把每一個項目都做一個檢查 然後都每一個去做一個 除了修完之後他還會做檢查 你看 他修到這個項目的時候他就自動幫你 把你拉過去了 自動拉過去的你都不用傷腦筋 那拉完之後呢 他會告訴你 還是有一些地方 不是很理想 比如這邊有些面 不理想 這邊有些面不理想 那有些 面的品質不好 這代表說 可能真的是原始來的時候就不好 這個很明顯 你看到 有沒有 哇 這麼糟糕 那怎麼辦 叫顧客重畫嗎 這樣子 有時候 我們台灣人就 不好意思啦 我們自己修好不好 破到這種情形 我們這邊有些工具 就可以馬上 輔助你使用 譬如你就把這個面刪掉 那我們 SPEGAME 馬上檢查出 哇 你刪掉之後這邊就留一個 破洞 好 那 有破洞沒關係 我們可以幫你 補起來 你不用回到CAD 譬如你的精度要 讓他維持 0.05mm 可能他的交界的Torrent 弄2度 我們把精度稍微放大一下 哇 你看 這樣不就很好了嗎 好 那同樣的 會不會在其他地方有遇到同樣的問題呢 有有有 他也會告訴你其他地方有相同的問題 那怎麼處理呢 一樣 看這個地方有問題 跟剛剛 的問題一樣 我們就把它刪掉吧 好 刪掉之後 反正發生問題的時候他就會給你一個警告 那我們同樣的方式 你也可以去做一個修復 馬上就修復好了 不用到CAD裡頭修東修西的 那剩下的怎麼辦呢 剩下的說 這位置可能不夠好 你 當然在你也可以一個再繼續Auto Setup 去把它修到 符合你的 要求為止 但是如果說 事實上在B等級 得這種問題 很多在那個 在一些軟體他本身也可以 也可以進行 那 你第一個 第一個功能 無法解決你的問題 你可以採取第二個功能 好 那我們比如說給他 比較大一點的 誤差的允許量 然後 重新去建構這個面 那他這問題也可能就解決掉了 好 那你再看 如果說不能解決 我們試試看 還能不能有其他的方法 好譬如 增加 他的這個 Torrent 如果 spgame有 發現說他無法 符合你的準則 他就告訴你 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維持這個CAD的形狀 你就得維持 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的方式是 我們會盡量符合你的這些 各位的這個 需求 跟準則 但是 你如果原始的CAD形狀不好 那 可能就 還是沒有辦法 那 當然你可以調整你的精度 所有的精度跟你的容許量 這邊通通都可以做一個修正 好 做完這樣的修正 基本上像我們實際上在使用 如果差0.0 0.017在CAE裡頭 原則上他就可以直接就 就處理掉了 那問題是說其他的這個特徵我要不要去處理他 不只是這樣子我們可能在 在這個 在處理CAD的時候我們有 有時候還是會碰到一些 特徵或是幾何你不想要 譬如說這個 這跟BOSS 你不想要 那沒關係 你可以 稍微框選一下 按個右鍵 我們就把 那些不要的CAD 就拿掉了 那有些問題 真的好像不容易解決 我舉個例子 像這邊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也不是很清楚 那碰到這種不是很不清楚的原因跟狀況 我常會做就是把面給切開來 把面切開的用意是說 你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去把這些有問題的面給做一個區分區隔 那這樣的區隔有什麼好處 你可以 確定說 哪邊真的是 有問題的狀況 譬如說 很明顯這個CAD就有 有問題 我好像 動手術一樣就把它給 刪除掉 那碰到這些有些破洞呢 沒關係我們再把它重新的 長回去 這樣的話 這些 問題呢 等一下就不容易 在後續的轉檔就發生問題 那當然 你都把它切開了你也可以把它再補回去 這不是問題 這只要是 我們的一些功能上面通通都有 都有 都具備 那如果說 你這樣補回去會導致這些精度 不是很理想 它也會給你一個Warning 像這種狀況就代表說你 CAD當初拿來的時候可能就有一些 種種的問題 那不過 我們是為了要長出網格 我是覺得 只要在網格允許的範圍之內 可以允許的範圍之內 長出允許的狀況之下 這個幾何上面 形狀 可能沒有那麼漂亮 那都還好 因為反正到網格都變成線性的網格 基本上我們 把這樣的 圖形做一個修復 修到這裡就好了 你其實也不用把它修到 完完全全通通都沒有問題 因為 基本上 每一套軟體都還有自己的修復的功能 那比如說我今天修好了叫Lower Housing 01 我們就變成一個Step檔 把它輸出去 OK 輸出去之後 它是一個Lower Housing 01 我們再來看看 下一個零件 我們再把 剛剛匯出的Step檔 Lower Housing 01 再讀進來 我們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好 等等 好 張好了 就剛好故意把它 拿掉一個 保留一個 好 你有沒有發現 本來會出問題的 我們再過來看 是不是修好了 修好了 好神奇喔 同一個Kit的軟體喔 因為 同一個長網格的軟體 因為你的Kit的功能不一樣 你的產生的結果就不一樣 你的產生的結果就不一樣 那我們同樣用一個網格的準則 去產生Mesh 同樣的準則 那我們來看網格長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 裝好網格 我們先把Kit 還有幾個打開 哇 是不是超完美 OK Perfect 好像看不出什麼問題來 我們先假裝 我也不檢查了 我直接就是 透過Bear的 可網格 然後長出這個Tetra Element 他們 好 那我弄顯示的直接 直接長 看看能不能長出來 這網格也是算蠻密的 一下 整個就 Tetra Mesh 就長好了 漂漂亮亮的Tetra Mesh 你可以把裡頭的東西切開挖開 你等一下可以做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檢查 我是覺得 只要是Kit的品質良好 你今天閉著眼睛 隨便長網格 那個網格品質都不錯的 你可以去Check 譬如我們剛剛 常觀比這個我們都維持不變 那我們Element size 我們剛剛Element size 是弄1.5mm 那我們現在弄1 最小的不要 看有多少個小於1的 那最大的不要超過2好了 我們來Check一下 有沒有 小於1mm的仍然有些 還有些 網格會存在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去給他做特別的檢查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長出來 至少 至少 你在這個為基礎 的狀況之下 你大概就可以開始進行下一步 那你說 Element size有大有小 你可能 這長寬皮 歪斜度 這個應該通通都會 符合 這個 你要的狀況 好 那你有發現說 同樣的一個Kit 經過修復之後 它的差異是真的是會 差別很大 這也是 我們會透過 SPGAT 來進行的 轉檔 那因為有時候Kit不好 大家不知道 譬如說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 這問題會發生 你看這我們 截取到一些我們常發現 一些的圖形 這有時候 CAT都會有很多小面 通通都會發生 這原因很簡單 一般我們是 使用 參數式的軟體 他都會有這問題 我簡單舉個這個狀況 參數式就是把 你整個 幾何弄簡單的參數來表達 但是如果你剛好表達的幾何空間會產生一些小碎面 你在做regen的時候是不會有 有問題的 但是你在 你的 簡單的講說你會覺得畫圖或是你的Kit系統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出來的幾何就是有問題 那我們spgate就是 就是在解決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簡單的做一個 這個很簡單的例子的敘述跟說明 希望對大家有 使用上 有所幫助 謝謝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歡迎 跟我們 新微資訊聯絡 記得 在網路上 Google一下 新微資訊 或是Facebook 找一下我們 新微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我們Facebook有看到我們公司的訊息 記得幫我們按讚 謝謝你